欢迎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叶佳荣 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是在周四 在杜拜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8 各国代表是无意义通过了新的 气候损失跟损害基金 富有国家将会提供援助 而美国会承诺分担1750亿美元 阿联酋则是会贡献1亿美元 不过在峰会之前 外界就对这届大会的主席 石油大亨贾伯有不少的疑虑 认为由他来主导太除化石燃料 这明显是有利益冲突的 像BBC就公布了一份外流的文件 当中显示贾伯似乎想要利用峰会 来促成阿联的石油交易 也支持哥伦比亚的石油开采 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8 周四在杜拜开幕 共有近200个国家和组织参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会前发出警告 人类正经历全球气候崩溃 他呼吁各国领袖拿出行动 气候峰会的开幕一世上 主席贾伯宣布好消息 各国代表无意义通过新的 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 现场响起欢呼声 与会者纷纷起力鼓掌 以开发和开发中国家 今年开始就针对 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 进行谈判 为弱势国家应对干旱 水患和海平面上升等 气候灾难提供资金 富有国家将提供援助 美国承诺分担1750万美金 阿联贡献1亿美金 除了灾难基金之外 2009年 已开发国家就承诺 要从2020年开始 每年提供1000亿美金 给开发中国家 帮助减排和应对 气候变迁 但最后跳票 直到2022年 各国才达到1000亿目标 预计Cup28 气候峰会过后 每年援助会超过 1000亿美金 这次峰会讨论的主题 包括将全球暖化 控制在升温1.5度以内 盘点各国提出的 减碳路径 加倍发展再生能源 以及逐步 太除化石燃料等 不过在峰会之前 外界就对这届的主席 石油大亨贾伯有疑虑 他是阿布达比 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 由他来主导 太除化石燃料 明显有利于冲突 英国广播公司BBC 公布一份外流文件 显示贾伯和外国政府会面 拟定峰会谈话要点中 试图为阿联寻求 化石燃料交易 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 还要与中国合作 评估莫桑比克 加拿大和澳洲的 液化天然气的机会 并支持哥伦比亚 开发化石燃料资源 贾伯博持报道 并抱怨自己的处境 实力不讨好 美界气候峰会 都有环保团体到场抗议 今年也不例外 90多名主张吃素的团体 呼吁各国政府 制定吃素政策 来自菲律宾的 气候正义组织 则批评主办国阿联 对抗议团体限制严格 让他们感到很失望 许多环保团体 也决定不出席今年会议 非盈利组织日本财团 所发起的 寻找海洋新生物计划 要在十年内找出十万新海洋物种 峰会之前 他们推出宣传影片 呼吁各国实现减排承诺 气候峰会为期十二天 这次的规模是去年 Cup 27的两倍 各国代表将进行马拉松协商 其中意见最分歧的议题 就是逐步太出化石燃料 TVBS新闻 总和报道